所以回去如果你实在找不到 反正你就是把单元02里面的这个班级层级查询 拿这个来改 这个就是所谓的范本 那怎么样学比较简单 后来发现好像对同学来说 范本修改好像是一个比较简单 能够容易上手的方法 你说叫你要从头把它写完 对一般来说还是太困难 除非说你本来就很会写诚实 不然的话说真的一般人好像还是似乎不太容 不太切实际 我刚开始以为大家都很快可以写出来 但我后来发现没有 后来发现我还是给你们诚诗好了 因为我以前实际上我没有直接贴到云端 因为早期我教诚诗的时候 也还没有云端白板这种东西 那以前怎么办呢 以前都正在写在白板上面 把诚诗写在白板上面 教同学自己照着打 照着打底下也是错一堆 真的只差 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云端 没有云端就差在这里 我不可能说我拿 以前看到磁碟片吧 那随身碟是后来才有的 OK 所以其实有云端白板这种东西 其实还真的蛮方便的 因为你将来要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 放云端白板上面呢 跟别人共享就OK了 所以其实我还蛮推荐 以后如果你要把一些东西给别人的话 你干脆放云端上面 然后把某个目录像我这个东西怎么给各位的 其实很简单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一我先建一个资料夹 把资料夹放进去 二的话这边有个取得共用连结 然后它会出现有一个原来是关掉 现在关掉你们就看不到 打开之后 然后底下就会有一个这个连结 然后我就把这个连结怎么样 把它复制之后 放到那个什么 GG.GG 那个GG.GG里面的话 我就把产生一个短网词 然后另外就是说 它也可以怎么样 因为我是用产生我看得懂 因为我后面有打那个 也是有VPA的一堆的 然后或者说它会自动产生 你可以把它shoot 然后它 这个网址 所以网址一定要正接少一个h 然后把它shoot 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个短的网址 所以将来你也可以给人家这一串 然后呢 另外一个QR Code 如果它是手机要用的话 那你也可以考虑到手机使用的连结方式 你可以把这个QR Code 把它用印表机印了一个大大的 你就叫它少拿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连进去 手机也可以看到你要看的东西 所以这个方法我还蛮推荐 各位一定要经常去使用它 因为这个云端如果没有云端的话 说真的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的部分呢 通通都放在那个 就是云端白板的单元零二里面 另外影片的话呢 一样也会放在那个论坛里面 所以回去的话 反正一样会有这个连结 你就把这个影片 多看个几遍 有没有 在第二次上课 第二个单元里面的这一段 第一段跟第二段 反正多看个几遍 那就把它看几遍 应该就会越来越清楚了 说真的没有很复杂 OK 应该 有听得懂吧 因为我尽量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简单 但我有时候我自己以为简单 不见得别人觉得简单 但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OK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改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几个重点 第一个 我就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把这个模组里面 写了这个 把刚刚的程式贴过来 改了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我刚刚讲过了 我就不赘述了 然后呢 比较重要就是我多加了注解 然后我刚刚也有把 我自己写完的东西 一样再贴到云端上面 所以你如果要参考的话 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 单元零骨 里面的这个程式嘛 然后我也把我刚刚 这个画面截图 然后我刚刚写的 里面的比较重要就是 colons autofit 这一行还蛮好用的 因为呢 你就不用再像以前 还要自动调篮宽 那其实就是自动调篮 但是这个colons 如果说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说 你也可以怎么样 指定哪 哪几篮到哪几篮 比如说刮符 里面的话 你可以指定就是说 我要从A篮到 那个L篮 做自动调篮宽 这样也OK 如果你不给刮符的话 那表示是全部的蓝 OK 不过我自己习惯是 因为你写跟没写 好像没写比较简单 那写的话呢 它可能会在效率上会好一点 不过我觉得差没有很多 几乎没什么影响 OK 所以这个可能自己再了解一下 怎么写的方法 OK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做完之后的效果 基本上就是会有刚刚看到的这个效果 就是筛选出来 OK 然后它自动出来了 然后再帮我把它删除掉 那这个当然过程 因为现在的 第二次好像又会卡卡的 第一次奇怪怎么卡卡的 它就会这样 这样跑跑跑 就会有一点点好像卡一下 那如果说你不希望 它会有那种卡卡的感觉的话 那我前面有讲过嘛 你可以在什么呢 在这个城市的开头地方 有没有 把那个画面更新的那个状态关闭 那关闭画面更新的话呢 前面好像有讲过嘛 就是利用什么 因为Excel 这个画面更新是Excel在管的 那Excel的物件名称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字不要拼错的话 你点下去就会有清单 如果你点下去发现没有清单 那表示你Application这个单字 打错了 那手机App其实就是这个单字 App就是Application的缩写 其实只是说被借到那边去 但实际上应用程式不是只有手机上用 其实在我们电脑也很多都应用程式 那画面更新就是画面的screen 所以你打一个S 其实打一个S就出来了 就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里面如果要更新的话就等于True 如果不更新的话就像我们刚刚画面预设是True 就是会更新 那如果我不希望更新你把它Force掉 然后记得最后一行 在End sub上一面一行 请你特别注意 请你再把这个画面更新 记得要等于True 再把它打开 不然将来所有要更新画面的部分都不会更新 那当然会造成一些问题 OK所以我们试一下 记得这个应该不难记 这个而且当然蛮重要的 以后你只要遇到什么 遇到就是你那个在执行那个回圈的时候 会有那个画面 只要那个闪来闪去 那个跑一些那个什么更新的部分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把那个画面更新的部分把它关闭 OK 开头结尾先关 其实这还蛮简单 等于它会等于Force 有没有 有点像开关一样 把它关掉了 最后的话你再按一个等号 它也会开关 等于True OK 那其实另外讲一下 Force 其实你输入0也可以 True你输入1也可以 比如说你说 老师我不要写True 我写1个位 其实也可以 因为在那个程式里面 它1实际上就 就是True 0就是False 0101 OK 就有点像开关 有没有 OK 到底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还是按照 正常的写法好了 那你可以试试看 0跟1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会不会有那个画面更新的问题发生 再删除一下 OK 然后更新看看 刚刚可以闪一闪 现在会不会闪 按下去 你会发现 它完全不会闪动 是不是巧合呢 再按一下 不会了 而且 它理论上 会跑得比刚刚再快一点点 大概会快 因为 刚刚大概 大概一秒吧 现在大概变0.78秒吧 其实只是概括了 我是之前真的有 在那个程式里面加那个计时器 开头接 我算一下 大概增加至少50% 就是速度哦 少了一点时间 OK 不过我是觉得那不重要啦 因为够快 那个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只是我大概会 以前会这样做啦 我觉得 不过后来发现 其实好像没什么太大意义 只是感觉好像 至少你知道说有比较快而已 OK 这么一回事 OK 好 删除 这样就没问题 没有 它只是 它画面不会再更新的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不会让闪动的方式 Screen Updating Application 所以你们等一下打Application 点下去 打一个S 我是比较建议你用这种方式打程式 这种方式打程式的好处是 绝对不会写错 OK 有没有 用选的 记得不要太有自信就什么都自己打 什么Screen Updating 还是打错啦 那你用这个方法 不会错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做完之后的话 其他的话还有什么地方 像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我前面本来有加什么 加上那个 有没有 本来这边 这边应该有加上那个 这个有没有 Field 这个我先 原来的写法是这样子 Field 有没有 原来是Field 等于1 等于3才对 OK Criteria1 等于后面这个 但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是按照他的顺序给他参数的话 那其实这个可以把它Delete掉 这个可以把它Delete掉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你记得是按照顺序 但如果你不是按照顺序 比如说你不能三根这个颠倒的话 那就不行了 如果说你两个颠倒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这样 可以把Field 放到后面去 然后把它Delete 就是说你可以不按照顺序 如果你不按照顺序 你就一定要给那个参数的名称了 这样子写一定要给 但如果你按照顺序给的话 那基本上你不加这个参数名称也没关系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怎么知道顺序是什么 很简单 我记得好像我们这个好像按个空白键 是不是什么 再打一下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前面有加序词 所以这个序词如果拿掉的话 然后AutoField 你就AutoField空一格 出来了 第一个其实你也可以给三 因为它现在是初体字 它实际上问你说 你Field的这个参数 你要给什么 那我给三 逗点一下 你看 你会发现它就跳第二个了 criteria 有没有 那你就再给什么 这个东西 那我给这个 给这个参数 OK 这样也OK 按照顺序 另外就是说 最后如果你想要知道 它的实际上最详细的说明 我前面要讲 按F1 它也会跳出来 F1里面呢 它也会跟我们讲说 你的顺序一定要先这个 然后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 一直在推 OK 然后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反正这个是在VBA的使用这个方法的一个技巧 传递参数的一些重点 因为这些东西还蛮重要 但一般书里面没有特别说明 所以很多同学会 confused说 老师为什么有地方会加什么冒号等于 那有些地方没有加 那为什么要有地方可以加 有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加也可以跑 原因就是我刚刚讲 如果按照顺序你可以不用加 但如果你不按照顺序你就一定要加 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边的话大概就是这两个 其实也可以这样精简 然后执行的话应该也没有问题 我们把它弄一下 基本上删除 然后执行 错了 为什么错 最好很麻烦 因为尤其是你就是跨工作表 我觉得最容易犯错的 就是在那个工作表的名称上面 这个我自己也常常犯错 不是说你们 我常打完就跑错 不过错也没关系 因为你常错你就知道说原来是这个原因的 OK 然后这样应该没问题 大家把它弄 跑完了没问题 然后删除应该也没问题 删除的话我没有特别改 这个我想 为什么删除的部分 其实你们自己在参考前面的说明 OK 那待会的话我们就要再接着来看 另外一个就是筛选 个别性的筛选 刚刚我把刚刚讲的重点 这个第一个 然后另外的话我就是AutoFill 后面这个前面的这个参数 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前提是要按照顺序 OK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底下这个Copy到那个范围 我刚刚有提过 其实除了用这种写法之外 另外你也可以怎么样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我如果说我要Copy过去的时候 我先这边设个中断点 如果我要把这边筛选到的菜头 把它Copy过来的话 另外还有一种写法就是说 我游标放在这个范围的其中一个储存格 然后呢 以前比如说用滑鼠键盘是Ctrl-Shift向右向下 那可是Ctrl-Shift向右向下 录下来会两行吧 那其实在VBA里面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一行 它叫做Current Regio Current Regio就是意思说我把游标放在这个游标 这个这个范围的其中一个储存格 它会自己帮我抓到目前的范围里面所有的这些储存格 OK 那写法的话 顺便讲一下 这还蛮重要 你可以不用这样写 你可以怎么写呢 你可以把这边 这个也是先把它拿掉 因为如果你把序责先放前面 它提示会跑掉 也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我游标放在那个什么呢 我游标先放在A1里面 然后呢自动帮我扩展到全部 意思说全部目前只要 就有点像Ctrl-Shift向右向下 那你就打一个Current C-U Current 就是目前的Regio Regio就是目前的范围 就这个 这个等同就是有点像Ctrl-Shift向右向 全部追踪到了 意思说帮我把这整个范围全部找到 然后呢找到之后的话直接Copy过去 这样也可以 所以刚刚的那个写法之外 另外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你可以自己把这个范围扩展开来 从A1 其实你不一定放A1 你放在B1也可以 反正只要是那个范围里面的其中一个 储存格都可以 点CurrentRegio 这个也可以 目前的范围 不然我怎么样Copy过去 这样的写法也是OK的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资金 OK CurrentRegio 可能现在刚刚跑过 把这边再重新删掉一下 把这个先恢复一下 停一下 OK 然后重来一下 把这个先 目前 还发现人员 没发现人员 不然 没发现人员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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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自動擴展開來 這個方法我覺得蠻值得學起來的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針對剛剛部分的話 我們主要就是把 上個禮拜講的篩選 用篩選的方法分割工作表 做一個複習 然後套用範本 然後把它做出我們要的效果 並且加上那個 就是關掉那個畫面更新 然後還有參數的傳遞 再來就是參數傳遞 其實你可以不要fear的 然後另外的話 延伸整個範圍 就current ratio 那試一下 待會的話 我們再做一些變化 比如說我今天不是要批次 我不是要全部 我只要找某一個業務 所以也許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互動 待會再來看 待會再來看